嗨,大家好,我是翔子 今天来回忧一下很久以前的一部武侠片 也是被埋摩的一部武侠片 男主就是一直不能大红大紫的赵文卓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电影《刀》《断刀客》 在这里饰演的是一名打铁的定安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定安是一个孤儿,小的时候被师父收养了 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然而在一个晚上,婆婆和定安的小师妹 说起了定安父亲的事情 刚好定安从这里经过,也就听到了 从小师妹口中得知 她的父亲叫做江南百金刀 离不回 是被一个强盗杀死的,死得很惨 杀死定安的父亲就是江湖人称会飞的人 飞龙,功夫深不可测 定安知道这一切之后,就找自己的师父合十了 师父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定安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一把断刀了 定安拿上断刀,就不打算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他要去报仇了 前脚刚走,小师妹就追出来了 小师妹并没有追到定安 却碰到了马贼,就这么中陷阱了 结局可想而知,差点没吓尿 拼命的跑能有什么用 还是被马贼放的夹子给夹到了 这一声叫声 被没有走多远的定安听到了 及时赶过来了 上来就是干,上来就是一顿 小刀刀,跑龙他都没少挂 不过有很多 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 定安找到了小师妹 很轻松的就把夹子给背开了 马贼也来了 背上小师妹就想走 再拿刀 我操 这一下看着都疼 手就这么被夹住了 定安黑猛特别狂 就这么把夹子直接给连根拔起了 接着干 经过一番大战 定安的手臂就这么被拉住了 接下来你们懂得 一刀 定安就这么被废了 就剩一只手臂了 场面太险心的问题 就不给你们多看了 自己的断刀也被马贼抢走了 直接给扔悬崖下面去了 自己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 定安就这么跳下去了 一切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 这个时候打铁的一帮兄弟赶过来了 慢了一拍 不过小师妹被及时给救下了 他们并没有在山县找到定安 只能把定安的那一只手臂给安葬了 定安并没有挂 被一个小鬼头给救了 是这个小鬼头把定安给救了 一直在帮定安一致伤势 直到康复 定安打算这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了 不想再过问江湖的任何事情了 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能力 帮自己的父亲报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许克怎么可能让男主 平平淡淡的就把故事给结束了呢 就在一个晚上 有一帮外来的西域马贼 从这里经过 这帮西域马贼 煎银裸掠 无恶不做 断臂的定安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结局可想而知 差点没给折磨死 小鬼头在被烧的房子里 发现了一本书 不过只剩一半了 定安一看原来是绝世刀谱 不过被烧了一半 于是定安取回断刀 就开始修炼五公秘级了 只有一只手臂 还是一半的刀谱 怎么练 这不就是扯淡吗 只剩一半的刀谱 根本就没有办法练 实际上定安很是废怒 废怒让他发出了最强的一击 在废怒的情况下 居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 这让定安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 刀谱没有用 那不适合自己练 自己应该自创刀法 刀谱也就给扔了 定安日夜苦练 终于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刀法 不但狂 而且杀伤力很大 当然没过几天 这帮西域马贼又过来了 这次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 定安猛的一逼 上来就是干 你们一起上 一身阳刚之气的定安 真是狂的一塌糊涂 就是场面太血腥了 不要不然正想给你们多看看 这帮西域马贼就这么洗洗碎了 定安一个人就把他们给铲平了 这就是独皮刀法 就是这么任性 西域马贼肯定有老大 死去那么多手下 肯定要报仇 也就找上了江湖人称会飞的人 飞龙 要把他报仇了 不但要杀了定安 他要飞龙帮忙产平练缝号 也就是之前定安打铁的那里 他师父呢 他师父是一个隐居的高手 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付的 废话就不多说了 有计划就开始干 马贼也就来到了练缝号 冒充的是一帮 躲避马贼的书生 打铁的看他们没有武器 就把他们放进来了 进来之后就不是那样的了 他们是没有带武器 可是打铁的这里有的是武器 于是一番大战也就开始了 这些西域马贼狂的一逼 可是碰到定安的师父 打铁的就不是对手了 在他面前这帮西域马贼就是渣渣 打铁的不是喝西饭的 狂的一逼 这群马贼就不值一提了 不过飞龙来了 这两人是认识的 当前飞龙杀定安父亲的时候 打铁的也在 要不是定安的父亲 生死拖住飞龙 打铁的也不能喝到今天 打铁的知道自己不可能是飞龙的对手 可是不干也不行 飞龙的刀法快得一逼 也不知道单身多少年 才练就这样的手术 打铁的重伤了 只能跑了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刚刚只是开胃菜 定安来了 一身阳刚之气和我一样 只不过我没有他算 定安也知道 眼前这位就是杀父仇人 没有过多的废话 开干 替他父亲报仇 这断刀耍的酷得一逼 飞龙当年可以杀掉定安的父亲 实力肯定不简单 这时的定安 虽然还不会傲含六绝 要不然一刀就可以把飞龙给分尸了 两人的实力半斤八两 双方都受伤了 定安背后被干了一个大口子 飞龙也好不到哪里去 胸前也是一个大口子 虽说一身是血 可是依然不能挡住定安的帅气 两人又噼里啪啦的干了几百回合 定安依然不是对手 还是有点干不过飞龙 这个时候打铁的他们想帮忙 可是连一招都接不住 不过这个时间够了 就在这个分身之际 定安一个必杀技 就封猴了 飞龙也是硬汉 都这个熊烟了 还想杀光他们呢 不过还是慢了一拍 被定安给拉回去了 一生善事不做 坏事最近的飞龙 最终死在自己的刀下了 唯一没有搞懂的就是 会飞的人飞龙 从头到尾也没有见他飞过 最后想说的就是 那时的赵文哲真的很帅 掉渣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里是翔子的链影 我是翔子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